大家好,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是 餃子 文,好廣材,圖 多咪咪,可泥 多咪咪 可泥 餃子 餃子 小白最愛的顏色是白色 她的床單是白的 枕頭是白的 窗帝也是白的 因為她最愛的媽媽 總是穿著白袍露出白白的牙齒 小白喜歡白兔 白熊 白狗 小白喜歡白兔 白熊 白狗 白天 她喜歡看天上的白雲 晚上 她喜歡看白白的月亮 因為她知道媽媽也喜歡 她喜歡爺爺的白鬍子 她跟鴿子咕嚕嚕講話 請鴿子把她要跟媽媽說的話 帶給媽媽 她喜歡奶奶的白頭髮 她喜歡奶奶的白頭髮 看到白色的雪 就知道媽媽要回來了 她也喜歡紅色 她看到家裡貼著紅紙 就知道媽媽要回家 紅色會帶來好運喔 回家來 跟她一起吃白白胖胖的餃子 白白麵粉加水揉成團 擀成一片片又白又圓的餃子皮 包成一個個白胖的餃子 等著歡迎媽媽回家 好 白天等到晚上 天上沒有白白的月亮 白雪越接越厚 街上沒有人 只有白白的雪人 站著不動 好像在等什麼人 嗯 夜夜問小白 我餓 小白點頭 奶奶說 要不要先吃點餃子 小白說 我想等媽媽一起吃 爺爺說 可能是路上耽誤 先吃一點 媽媽回來 再多吃一點 沒關係 我想等 小白回答 嗯 嗯 大雪人 白白餃子 煮成白白湯 餃子湯 小白對白鴿子說 白鴿子說 白鴿子 白鴿子 你們能不能幫我的忙 飛去把媽媽載回來 白鴿子點點頭 就飛上天空 小白一直望著天空 等著白鴿子回來 怎麼這麼久 大白熊說 別擔心 我跑得快 騎著我 我帶你去接媽媽 小白被搖醒 搖醒他的 不是白鴿子 不是白熊 不是有白頭的奶奶 不是有白鴿子的爺爺 是媽媽 是露出白白牙齒的媽媽 嗯 嗯媽媽 他們晚上就在聚餐 吃著好吃的餃子 對呀 終於團聚了 我們咪咪與咪媽的故事結束 餃子故事 下次見囉 拜拜